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金钟照 前几天有观众朋友问我说 如果要自由地画画,能不能临摹呢? 然后也有观众问到 怎么样才能表达自己的内在 又怎么样从画里面看出内在来呢? 今天我把这两个问题一起说一说 我会先分享一下我对临摹的看法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古代的大画家是怎么临摹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画家画的画 跟他们本来的个性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艺术跟生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就喜欢用画画来聊生命 同时也用生命来聊画 在看一张画的时候是在了解艺术家本人 可以说艺术的观赏就是透过那张画 或是透过那件艺术作品 来跟艺术家做一种精神的交流 从而丰富自己的精神 先说说临摹这件事 很多人都是反对临摹的 因为他们会认为临摹会让人没个性 一直照着人家的话来抄 抄久了就会失去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种说法在某些时候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临摹方法 如果只是照着一张画无脑的抄 那的确会很容易让人失去自己 因为画的人不是将学到的知识纳入自己 而是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话里面去 临摹是从古至今一直传下来的一种学习方法 注意是学习不是造操 学习的意思就是要求学生在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主观思考 比方说思考像树叶这种复杂的东西 原来它是这样子处理的 原来近景的树和远景的山远近的关系 它是这么处理的 原来这边加一条河流 整张画就会变得很生动 如果加点云雾的流动 整张画就会变得很有灵气 原来比出这么使用 可以让整张画变得非常有生命力 透过别人的画作 跟那个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学习 然后把这些观念放到自己的知识体系里面 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这样子以后不管是在画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些知识拿出来运用 这个才是临摹的意义 用这种方式来临摹 不但不会失去自我 还能帮助自己的成长 而不是单纯的让自己的画跟原画一模一样 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很多古代大画家的灵摹本 可以看出来这些灵摹者的本人 是有他的意图跟想法的 几乎没有一个大师是造本宣科造操的 我这边就以皇宫望的富春山居图 和沈舟的皇宫望富春山居图来做例子 虽然沈舟这张画是背零 也就是说沈舟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原画在眼前做参考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跟原作不一样的 但是这更能凸显沈舟本人 对富春山居图原作的理解 还有个人风格的转换 他画的是他心目中的富春山居图 我先大略介绍一下皇宫望和沈舟这两个人 皇宫望是元朝人 是元世大家之首 而沈舟则是明朝人 是明世大家之首 这两个人的年代相差不是很远 皇宫望是1269年出生 沈舟是1427年出生 也就差个158岁 这两个人都很长寿 然后都是艺术大师 他们对艺术的体悟不太一样 所以风格也不太一样 我在比较的时候只会说我对两张画不同的感受 还有从他们的画里面看到不同的东西 不会说太多关于他们绘画技术的事情 也不会比较他们的好坏 毕竟人家都是大师 我也没有资格评较他们的好坏的 为什么沈舟要被淋皇宫望的富春山居图呢 这件事情沈舟写在他的画后面 这张画本来是他所收藏的 后来请人家提示 就被那个人的儿子拿去变卖了 沈舟很可惜没有足够的财力把他买回来 就只好用自己的记忆力把整张画重新画了一遍 表示自己对这张画的思念之情 这个虽然让人看得很心酸 但是我们一定会想 为什么沈舟不去据理力争呢 去法院提告啊 告那个可恶的小偷啊 沈舟是不是个包子啊 如果只听故事 我可能会觉得沈舟就是个包子 但是看了他的画呢 我就觉得沈舟不会是包子 因为从他的画里面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有明确的和 还有做人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沈舟这张贝林的画 除了最后面的部分呢 沈舟有多加了一些景物以外 基本上大体走势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景色 这里有船有凉亭有人 还有一棵奇怪的树 所以这应该就是沈舟记忆中相同的场景 树应该也是同一个种类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黄公望和沈舟两位大师 究竟是怎么透过画来展示自己内心的呢 黄公望画这棵树的时候 每根树叶都像刺一样 再看后面的草 一根一根的 各个努力向上 每个都很尖锐 锋芒毕落都是刺头 而沈舟呢 就算是这种类似于松针的叶子 他画的也非常的圆润 好像我们吃的米饭一样 很多都是矮吨吨的胖草 长一点的呢 就像是泰国米 基本上都是椭圆形 也没有太锋利的角度 然后远处的树丛呢 两位大师的处理方法也非常的不同 黄公望处理的非常随性 不论树干或者是树叶 都是极笔寥寥寥寥带过 树干和地面的线条笔触交错 纯用墨色和笔触来区分阻次 然后线条层层堆叠 用这些层次自然营造出 有很多树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几块石头啊 看起来应该就是 后来临时想到才加上去的 之前的水波都已经画完了 但是黄公望真的不在乎 这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随性率真 前面提到啊 我不认为沈舟会是一个烂好人 原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钓客 看看这一艘船一笔带过 这个线条像一把箭一样的锋利 还有吊杆、吊线 虽然只有寥寥三笔 但是跟其他像树叶、石头那种圆润感 完全不一样 箭拔弩张 吊线像是一根钉子一样 和你扎到水里去 这种的处理呢 让我感觉沈舟是很有原则的人 可能很多是可以随便 但凡是他不想做的事情 九匹马都拉不动他 然后再比一比黄公望 这么一个小小的人 一般人可能就把它当作点井来用 随随便便画一画就算了 但是黄公望却用很细的线条 仔细的勾勒船身 然后再看看这根钓线 画的若有似无极其飘逸 所以虽然黄公望在其他地方 给我感觉很狂放不拘小节 但是初中有戏 在某些地方无比的细心 绝非一位粗犷的人 虽然沈舟画这张画的时候是60岁 而黄公望画富春三居的时候 最少已经有78岁了 两个人对生命的领略 时间长度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两个人的话给我的感觉 都可以看出他们大致的个性 沈舟给我的感觉呢 是圆润厚实 谦虚内敛 平和有理 外揉内刚 非常的有自己的原则和主见 而黄公望呢 则是苍劲有力 随性率真 狂放不羁 但在粗犷的外表之下 又有一颗细腻的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古籍之中 对于沈舟和黄公望的描述 是不是和我猜想的一样 首先是黄公望 他从小就天之聪颖 是个神童 年轻的时候呢 想要当官 闯出一番事业 后来先当了一个小官 当一个经历征收钱粮的官 然后转到了大都去 结果呢被上司拖累入狱 这时候呢在监狱中啊 对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 出狱之后 直接放弃当官的念头 完全放飞自我 改行当道士 字号大吃 住在一个小山里面 放浪不羁 喝酒大笑唱歌 泛舟夜游 可能他的行为和装扮 比较符合一般人对于仙人的认知 所以当地的人都以为他是神仙 还衍生出很多有关他的传奇 比方说他还会凭空消失之类的 反正说的很悬 他的人生先是积极于当官 这跟当时的读书人普遍的世俗价值观是一样的 认为只有当官才是前途 但是在入狱之后呢 人生有了转折 他找回自己想做的事情 开始享乐人生 他才气纵横 看他的行为就是个很狂很酷的人 我觉得跟他当朋友的话 应该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趣 毕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然后他又有才气又有学士 那沈舟跟黄公望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他对当官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一直不断的隐藏自己 虽然在明朝当代已经非常有名了 是知名的文人雅士 当时好多人要找他当官 沈舟都拒绝了 沈舟每次都跟人家说 我就是个乡村野人 哪里知道什么时政啊 但是他并不是说对时政毫不关心 而是说默默的在心里面关心 沈舟这个人还非常的好 他的老朋友王敖就说他 高智绝人而何亦敬悟 有人来跟他要话 沈舟就会说好 拿笔就话 不觉得是什么苦差事 更夸张的是 有人他在访话 光明正大来找他 拜托他说 请你帮我在这张假话上面提示吧 这个就好像现在盗版商 跑去找原作者 跟他说我这是盗版的 但是麻烦你跟大家说 这个是你的正版作帮我证明一下 你能想像有人会答应吗 应该不太可能吧 但是沈舟就答应了 所以现在流传的沈舟的话 很多都不是他画的 大部分的假画 还是他同时带来人造的假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 沈舟这种态度的关系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该说他真不愧是艺术大师 简直是太大气了 还是说难怪他没钱 把附村山居图给买回来 但我想沈舟应该是真的不在意这件事情 刚刚说到沈舟被骗走的附村山居图 这故事其实还有后续 这张被骗走的附村山居图呢 后来被卖到一个叫 樊顺举的官员手上 樊顺举跟沈舟是好朋友 就跟沈舟说 我得到了一幅名画 你来我家看看吧 沈舟一看 天啊 这不就是他被骗走的附村山居图吗 对于这整件事的心得呢 沈舟把他写在了附村山居图卷的后面 他说呢 这张画以前曾经在我家 但是我失去了它 现在又被我的好朋友樊顺举得到了 这难道不是黄公望老先生在天之灵 选择要把画给谁吗 然后又说 会给樊公就是因为他人品很高 画画的人要看重人品 人品高的人画自然也好 书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对沈舟来说 看画主要是看人品 为什么我们讨论艺术 常常会跟生命的历程一起说 因为这两者齐齐相关 沈舟一辈子说不当官就是不当官 同时呢他也不反对别人做官 在权力的看法上啊 他非常的淡 当不当官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不是什么自视甚高的精神洁癖 甚至有记载 人家误把他当作低贱的画工来使唤 这种一般人看起来简直是侮辱的事情 他也毫不在意 沈舟就是沈舟 既不伟大也不卑微 怪不得英国的艺术史家柯绿格 评论沈舟是 当时文人画家的完美典范 我觉得这大概是对沈舟最好的诠释了 我帮大家做个总结 林母文是一种学习方法 透过观察其他人的作品 有意思的把其他人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要避免的就是无脑造操 而人只要真心去画图 会自然而然的表现出自己的内心 应该说想要藏你也藏不住 而我认为一张画只要能展示出作者的人格 就是好作品 反之如果画的跟机器人一样的公式画 那就有点无聊了 不知道大家从黄公望和沈舟的画里又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的话给大家又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他们两个人都站在你的面前 你会更想要跟谁做朋友 比较想跟黄公望做朋友的打个1 喜欢沈舟的呢就打个2吧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还有现在我开了一个脸书粉专 对艺术或者对绘画有疑问或想法的人呢 都可以到脸书粉专跟我说 这期的视频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就按个赞和订阅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金钟造 我们下期再见